女妈妈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怎么跟她相处呢 会不会有一些 比方说你想要让她做的事情 她不愿意 大部分我跟我妈妈相处 就是没有话可说 我得承认这一点 就是尤其当妈妈开始 紧紧抓着我的时候 我就有那个不孝的叛逆心出来 我就会觉得那15年 我跟爸爸已经是这么的 就包括剑拔弩张 也包括我像纠杂队一般的 顾着一个中风的老人 那我们不是现在已经 好不容易让这个老人 我们到了天堂去 我们不是开始要开始 健康地生活了吗 可是也许是老化我 我不够体贴她的心 她就一直变得很紧张地要抓住我 那抓住我到 我开始有点窒息 压力很 开始有点 就是慢慢开始就不说话了 那妈妈就会很委屈 她觉得 你的话都讲电视上听的 你都是去外面组织 大家都说你帅帅的 你都不回来跟我说话 那我也有我的话要说 我的话就是 可是妈妈你也没有在听我讲话呀 就这么多年来 我们家的教育的方式就是 如果你报忧的话 可以先骂你一顿 那大家都是心疼嘛 舍不得嘛 所以会先骂你 包括可能是别人做错事 都先骂我们 那这件事情让我们慢慢都不讲了 到了长大就更不讲 那不讲的时候 当你要向我问的时候 好 那我今天 包括我的EQ 包括我的能量很阻碎 我来说给你听 当我说给你听的时候 我发现你在打瞌睡 这我可能是 他可能是老了 他可能没有那么有耐心了 他种种让我觉得 我也不可能再一次 把刚才那一个哭的 感伤的情绪 再一次复述给你 你要抓住啊 那一刻是很珍贵 那一刻你没有抓住 那这样子一次我可以忍受 一百次我不能忍受了 再加上有一个很残忍的 我想每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我的妈妈容易紧张 也就是当我好不容易 讲了一件心理的事情的时候 她回馈给我的是 除了也可能的责骂之外 就是她的慌张跟不知所措 她好担心理受伤 对 她会让我更不想讲 我们通常比较理性的想法就是 当我丢出一个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你接住我 你大大的用你的翅膀 呵护我 不要给我力量 这个对我来就是很大的力量 第二个就是言语帮我分析 可是妈妈这个年纪已经老了 再加上我后来几年有眩晕症 所以我也变得没有耐心了 讲一个例子来说就是 按理说我们母子 在一个无视平大的空间 应该要很互相帮忙 互相照顾 可是我知道我妈妈现在 有身体上很多的问题 包括她的骨头 包括她可能有的肿瘤 包括她等等的老化 那一次我是第一次发作眩晕 我不敢跟我妈讲 天旋地转 就是像海啸一般天旋地转 我不敢跟我妈讲 可是我太不舒服了 两个小时 四点到六点我真的动弹不得 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眩晕 我就去台大医院 当时的妈妈就是慌张到 让告诉我说 意思就是我以后有事情 我绝对不会再找我妈妈了 因为我妈妈在医院里面 在急诊室里面说 阿中你怎么了 阿中你怎么了 我眩晕 八点盪连运运 对 我眩晕中 所以旁边的护士都在说 女妈妈你不要再动弹 你不要再动弹 可是我不知道她怎么 就我更痛苦 所以我当下都知道 妈妈真的是老了 真的是年纪大了 她已经不能帮我分担解忧 我这一部分要有我的体谅 可是可能 好难喔 可能有时候那个家庭的气氛 就会因此变得 怎么说呢 是 你很难把心全部打开了 要不就是虚假以对 有一点点 要不然就是报喜不报忧嘛 对 要不然就是干脆都不说 所以她大部分就会问我 为什么你都不告诉我 你的事情 我都要从电视上看到 你跟别人谈 对 那我说的话 我觉得你会担心 而且你给我的回馈 太强烈跟太无助 你比我还无助 你才是那个小孩 是 是 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 抱歉 让这个气氛 不会不会 因为其实如中就是来 跟我们分享 很多家庭会遇到的状况 因为可能很多人也跟你一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可以温柔以对 可是久了以后 我自己不能喘息 对 我也有想要说话的出口 可是我没有对象 对 我也想跟妈妈分享 妈妈不理解 真的就像你讲 妈妈比我还慌张 我妈偶尔也会 那你这个怎么办呢 我说妈 我都已经解决了 家长一定都会这样 碰到这种情形怎么办呢 尤其是长辈 已经到八十岁的高龄了 你很难去改变它 对 怎么沟通呢 其实我觉得 人类的行为 有一些共通性 不管是八十岁或者八岁 其实我们都只想听 自己想听的话 是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我也是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析 普遍老年人的心理是什么 其实老年人有很多需求 他有医疗的需求 是 他有人际的需求 像你妈妈很喜欢跟朋友 去玩 人际的需求 对 但最大的需求叫做 被需要的需求 对 被需要的需求 尤其是退休以后 对 觉得自己完全没有用了 对 我印象很深 因为我的父亲工作到七十岁才退休 我爸爸也差不多 差不多 他快八十 他到七十岁 就是帐后婴儿草那一代 他们就觉得 因为那一代就是 你只要努力工作 你就可以赚钱 你就可以享受生活 我很记得我爸爸退休的前半年 他最常去的地方是什么 捷运站的入口 他去看人家拿公司包去上班 好羡慕人家 然后他还好几次偷偷买报纸回来找工作 被我们发现 值得鼓励 对 其实他觉得他很有活力 他很有经验 为什么这个时候 他就不能工作 这个社会不需要他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们赶快生一个 让他忙一下 工作了 对 可是像如中这样子 他几乎就是 比较是单身主义的人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再生个小孩满足奶奶 是 怎么办呢 所以还原到刚才如中讲的台大医院的那个情景 其实妈妈的需求是什么 妈妈很想为你做一些事情 我懂 对 那那个时候我想你很 就是很不舒服 但如果那时候可以挤出一点力量 告诉妈妈说 妈妈你现在可以帮助我 让我舒服一点 就是不要碰我 或者是说 请那个护士小姐告诉妈妈 妈妈现在可以做什么 很难 因为外人讲的话他不会听 他不听 就是除非是如中自己说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方法 你就是跟妈妈讲说 像刚刚我们咨询师所说的那样 妈 你知道要怎么帮我吗 就是你让我安静 我就比较舒服了 你就帮我最大的忙 把功劳给他 朗姐你知道我后来怎么帮忙吗 就帮自己忙 就是我说了一个谎 但是这个谎 以后变成 妈妈不要看这一集 你就知道我说谎 起一点他应该睡了 就是 我跟他说我肚子饿 请你帮我去买便利商店 我还是一家远的地方 在B2便利商店 我知道你不能走 但你帮我去买 早餐 其实像我吃就会吐 可是我要让他离开我一下下 我可以镇定 他也可以镇定一下 所以要买回来回 就20分钟 我就休息了20分钟 那很好啊 我觉得如中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一个照顾者 是 因为我自己也是照顾者 所以听到如中在讲 他照顾妈妈的过程 这我也很舍不得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的勇敢 他去面对很多照顾者 会面临的问题 刚刚也说到家家有本难念 一定有很多情绪是 我们外人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帮忙的部分 但是肯定是照顾者的支持 是很重要的 像常常我们自己在家里 独立的时候 是需要寻求一些 可以可靠的一个团体 让我们可以去分享 像我们在教会 教会通常都是有一个小组 我们也常常把自己家里的事情 在我可以觉得说 这个是安全的小组里面去分享 大家一起带导的过程 其实是得到很棒的资讯的 像刚刚如中跟大家讲的 他后来想到说 就跟妈妈说去便利商店 因为在那当下妈妈 以如中自己的经历 他妈妈一定是听不尽的 所以他知道最好的方式 就是用那个方式 妈妈暂时离开一段事情 其实其实是照顾者 自己家庭里面是最了解的 但是我们旁人可以做什么 很重要就是让他可以喘息 让他可以诉一些 诉说一些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只是倾听 但是我们如果在旁边的朋友们 有是照顾者的 我们可以成为倾听的角色 照顾者在跟我们讲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就在梳理 我怎么样来解决 面对我家里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就帮助到了 而不是说我一直提供很多意见 我们家用得上的 他们家不见得用得上 但是我们去同理 我们去倾听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照顾者也千万不要就闷在心里 自己要说出来 像刚刚如中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不要 我们其实上次节目中也有提到过 就当老人家执着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转移他的注意力 我们自己的理性要很清楚 就是说你现在跟他讲道理没有用 反而是说 妈 我好想要干嘛 你可以帮我干嘛吗 一则是增加他的被需要的感觉 我有流用 我刚才的儿子就有流用 第二个就是说让大家不要坚持在那个同一个点上 弄得两败俱伤 这个真的很重要 是需要智慧的 因为我们华人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 就是对外人都会特别客气 对 周日晚上十一点 记得准时收看超临时习生